年轻寡妇竟然在家里养了一只怪物 每天都需要为她喝最新鲜的血液 可能是因为单身久了 寡妇连看怪物的眼神都很暧昧 其实她之所以这么做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女儿 女人叫明妮 每天都要和怪物聊话 对方说自己的饮食或许应该多元化一些 明妮便给自己画了鲜艳的妆容 走到了深夜的街头上 在公交站找到了一个孤独的胖子 说了两句话 明妮直接给胖子勾搭走了 回到家后 她问胖子想不想吃冰激凌 不出意料地回答是想 于是明妮着急地拿出冰激凌 并给里面加了一些猛料 胖子虽然察觉到一丝异常 但明妮主动喂她 胖子还是大口吃了起来 仅两秒半 她就感觉到有些反胃 来到马桶疯狂吐 而身后的明妮已经举起的剪刀 但没等下手胖子就晕了过去 于是明妮拽着她来到楼下 打开了怪物房间的大门 但怪物表示自己不吃死人 而且暗示明妮 自己想要的其实是她女儿爱丽丝 他们的这种状态要追溯到几年前 到了晚上 明妮就会打开怪物的房门 她还想问怪物能不能喝腿部的血 但对方表示还是喜欢胳膊 完事后 她会用消毒剂清洗伤口 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些感染的迹象 不过她还是强撑着不去医院 毕竟被发现浑身的伤疤 事情就会败露 而她的晚饭只有一份泡面 正吃着饭 突然明妮的妈妈打来了电话 原来是爱丽丝想妈妈了 但明妮不能让她回来 因为家里的怪物还没伺候好 外婆接过电话 对着明妮一顿说叫 怀疑她是不是吃了面粉 明妮只能告诉她自己没有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挂断电话后 她需要自己承受这一切 简单地包扎好伤口 就上床睡觉去了 次日一早 明妮去超市买菜 碰上了爱丽丝同学的妈妈 对方察觉到明妮状态非常糟糕 但还是自顾自地炫耀自己的好生活 而且还询问起了爱丽丝 明妮赶紧告诉对方女儿在外婆家 听对方一直在炫富她有些厌烦了 又找借口要去同学家接爱丽丝回来 对方敏锐地察觉到明妮在说谎 但还是没有太过在意 回到家明妮继续喂养怪物 这回倒是可以喝腿部的血了 因为胳膊上已经没个好地方 随后怪物问明妮是否相信上帝 明妮回答相信 但她觉得上帝一定很恨她 不然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多磨难 怪物说不会的 因为上帝什么都不在乎 还说最后明妮对女儿的保护都将复制一句 但至少她还留有自己的记忆 以及一身伤疤 明妮听完并没有反应 画面一转 她来到客厅里弹钢琴 这可能是她为数不多的爱好 怪物显然已经成了明妮的心魔 甚至精神也渐渐变得不太正常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打开门看到了儿童保护组织的人 对方自称白发姐 说接到热心人士的电话 前来查看爱丽丝的情况 明妮解释女儿去了外婆家 白发姐便想进入房间查看 她本不想搭理对方 但对方用报警威胁 没办法 明妮只能放她进去 白发姐进入房间就开始到处乱逛 甚至一度走到了怪物房间门前 明妮赶紧说这个房间所上了 只是放了一堆杂物 白发姐不管3728直接推开门 好在房间的灯坏了 她并没有发现怪物的存在 随后她约好在下周二再来一次 并让明妮将爱丽丝接回来 白发姐走后明妮找到怪物 表示要停止这一切 怪物不太明白她想干什么 反驳到她很清楚会以何种方式收场 明妮说自己的女儿可能要被带走 怪物便让她将爱丽丝交给自己 但明妮担心女儿会被吃掉 所以这件事只能继续 随后怪物摇了一下手里的铃铛 明妮就像着了魔一样走向怪物 将手臂递给了她 但刚吸了两口明妮就让她停下 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枯竭 似乎没有多少时日了 她必须休息一段时间 正好怪物也想换换口味 于是明妮便准备给她抓一个新人过来 接着怪物自顾自地唱起了给明妮写的歌 从歌词得知 明妮从小非常孤独 直到遇见了一个叫杰克的男孩 他们相爱许久举办了婚礼 但有一女取名为爱丽丝 后来杰克发生意外去世了 怪物就是从这时进入了她的生活 听完一首歌明妮就出门了 色又回了胖子 但怪物似乎吃不惯心的血液 说对方的体内有绝望和痛苦的气息 所以不是太好吃 怪物直接冷脸让她将胖子送回去 明妮有些无奈 只能将胖子拖回楼上 随后将其唤醒 胖子醒了以后发现手臂上的咬痕 明妮解释说她摔倒了 对方也没再说什么匆匆离开了这里 就这样 明妮只能继续亲自喂养怪物 这天 她来到山上的小公园 在这里看到了其乐融融另一家人 这是一个老阿姨走到了她的身边 直接问她的孩子多大了 明妮很震惊对方知道自己有孩子 但阿姨说自己是过来人 而且还跟明妮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 表示养孩子有三个阶段 只要用心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而第三阶段是从孩子十岁开始 今年爱丽丝正好到了十岁的年纪 明妮忽然觉得有人懂自己的无奈 激动地想和阿姨握手 没想到对方手臂上也有一些咬痕 明妮开始相信她的话 最后的结果或许是好的 很快她回到家 上次儿童保护机构的白发姐又来了 明妮只能说爱丽丝在家 否则对方就会打电话给相关机构 届时明妮的抚养权将被剥夺 然而进入房间当然是没有爱丽丝的身影 白发姐还以为明妮把爱丽丝怎么样了 突然楼下的房间传来声响 白发姐直接窜了过去打开房门 呼喊着爱丽丝的名字 片刻之后白发姐没了动静 明妮打开门发现 怪物已经将白发姐杀死 并且表示自己会善后 将整个房间舔得干干净净净 所有的尸骨也会进入她的腹中 明妮见到白发姐的惨状 质问怪物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式了结她 怪物表示可以是可以 但会少了很多乐趣 明妮气愤的关上了门 随后她想起了公园阿姨说的话 觉得是时候接回爱丽丝了 于是她给妈妈打去电话 让她明天将爱丽丝送回来 挂断电话后明妮找上怪物 表示爱丽丝会在明天回来 而自己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些小伤口以后不会再出现 怪物也放出狠话 如果明天小女孩到了这里 自己会吃掉明妮的全部 只留下眼睛 以便让她亲眼看的女儿被吃掉 爱丽丝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她问妈妈自己 为什么要在外婆家住那么久 明妮没有回答 而是邀请爱丽丝去吃午饭 吃完饭明妮突然问女儿 相不相信自己 还说自己一定会保护好她 爱丽丝被问得有些蒙圈 明妮表示要带她去看一个东西 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她终于说出怪物是真实的 而且楼下就有一个 如今对抗怪物的方式只有一个 那就是母女齐心协力 爱丽丝虽然感觉害怕 但还是跟着母亲来到楼下 明妮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结果里面竟没了怪物的身影 女儿顺手打开了房间的灯 没想到灯也被怪物修好了 明妮有些崩溃 镇定下来后 明妮拉着女儿来到楼上 在所有的房间四处寻找 最终明妮得出结论 怪物走了 她的艰苦日子结束了 到了晚上 明妮开心地哄女儿睡觉 随后准备去休息 从女儿房间出来后 明妮还是有些不放心 所以来到地下室确认一下 确认没有怪物的身影 她才赶上床睡觉 夜深时 明妮突然听到爱丽丝的呼喊 她着急忙慌地来到女儿房间 却看到惊恐的一幕 原来这只是一场梦 惊醒的明妮赶紧来到女儿卧室 确认爱丽丝没事以后 她才放心 次日一早 房门被一个陌生男人敲响 对方是儿童保护机构的经理胡子哥 她想知道白发姐当天的访谈经过 因为白发姐并没有提交最后的报告 明妮表示那天白发姐过来想和爱丽丝说话 简单聊了几句 然后就走了 这就是完整过程 然而胡子哥还是想见一下爱丽丝 虽然明妮非常气愤 但为了尽快完成此事 也只能带着胡子哥进入房间 并叫出了女儿 对方想单独和爱丽丝谈谈 明妮说没事把真相都告诉叔叔就行 随后胡子哥带着爱丽丝单独交流 她问起明妮的一些状态和情况 而爱丽丝的回答非常到位 问话结束后 胡子哥表示 以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临走时她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了明妮 表示最近白发姐似乎失踪了 如果看到对方请联系自己 说完胡子哥就离开了这里 到了晚上 母女俩在沙发上聊天 明妮说自己要去洗个澡 没一会儿 门铃声突然响起 怪物问她妈妈在不在家 爱丽丝如实相告 对方说想进入房间等待 但爱丽丝说不能让陌生人进入家门 怪物说自己不是陌生人 是明妮的好朋友 还问她妈妈从来没有提起自己吗 这是爱丽丝也反应过来 面前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妈妈提起的怪物 对方让爱丽丝转告明妮自己来过 并说自己叫阿加尔 完事后就离开了这里 爱丽丝赶紧找到了妈妈 告诉她阿加尔来找过她 明妮听到这个名字瞬间不好了 赶紧穿上浴袍出来查看 但爱丽丝告诉她对方已经走了 突然明妮发现窗户被打开了 楼顶也传来一响 爱丽丝有些害怕 想离开这里 但明妮表示这里是他们的家 哪里都不去 接着她带着女儿来到地下室 想查看这里有没有怪物的身影 红光闪了好一会儿才停下 明妮便带着女儿来到楼上 顺手拿了一把水果刀 扭头突然看到阿加尔的身影 对方让明妮释放自己的本性 成为比她还要凶残的怪物 说着跪在了地上 没想到明妮扔掉了手里的刀 然后爬到了阿加尔的身边 让对方喝自己的血 然后让爱丽丝快跑 让人没想到的是 爱丽丝并没有逃走 反而缓缓走向阿加尔 直接一口咬向了对方 明妮见状也加入了喝血的阵营 两人合力将阿加尔分食殆尽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讲述了一个女人为了保护女儿 被怪物控制的故事 设定上怪物似乎和死去的丈夫有关 而一家人最后竟然都变成了吃人的怪物 导演留下了一个半开放式的结局 看上去是想表达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但奈何火候严重不足 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都没有交代清楚 怪物到底来自何方 结尾母女俩的变化又从何而来 整个看完也是云里雾里 只能靠自己的猜测理解剧情 女主或者丈夫的母戏全是怪物也说不定 而且导演似乎想表达两对母女之间的隔阂 明依和母亲不合 而她和女儿的关系也并没有多亲密 三代人之间都有一层无形的屏障 但毫无疑问他们都互相深爱着对方 只是爱的方式或许不被对方理解 最后母女俩合力吃掉怪物 可能也象征着隔阂的消失 而怪物则是因为丈夫死亡出现的心魔 一家人因此进入了一场困难的时期 最后终于在家人的力量下战胜心魔 无论何时家人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